Hello 我剛才大叫了出來 今晚有兩個提名 一個是歌曲,一個是《女配角》 我剛剛在來的途中才跟車內的同事說 《女配角》是絕對不需要想的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因為對手很強 而且是喜劇 我覺得會比較難 所以剛才我是很空白 通常我拿獎是很冷靜的 但是剛才我真的從背部流汗 直到整個手都濕透 說話會比較慢一點 在台上很害怕 多謝遺漏了 一些人 又很複雜的情緒 又很想立刻抱著 全國泛氣功心的所有演員 所有團隊 很複雜 心情大 很開心 片酬是看什麼電影 我真的激 我比起初出的時候 當然片酬是不同了的 但是我也會看什麼電影 有些是說 如果是要支持一些新導演 或者支持一些團隊的話 那我都會 不是這樣計算它是商業 我都會看意義的 接一個電影 那《范氣功心》是一個很幸運的 接到這個電影 由導演至到他們的電影公司 至到整個團隊 都是非常好的人 以及非常專業的團隊 不是每個電影可以這樣的 所以我是很珍惜 影后都可以向著這個目標去努力一下 還有我覺得是 無論你是哪一個崗位 就是可以參與一個好的電影 是很幸福的事 就算你說想做演員 我自己都在不同的舞台都會做 例如我都會做舞台劇 都會拍電影 但不是一定有機會去有一個很好的團隊 嗯 好美的那些創作呢 首先我一進來 我看到那個很創新的意念 這些東西是 我自己都是做創作 我會特別留意 然後我知道是很多年輕的團隊 去負責今次的創意 我就特意用心機看看 他們在哪些位置花了什麼心思呢 是很溫暖的 就是覺得 從前很新的時候 是一個新人的感覺 什麼都害怕或者是怎樣 但是 今次再坐在這個劇院裡面 是很 覺得很 都好像來過很多次了 很熟悉了 但原來還有那麼多那麼新鮮的東西看的 還有看到很多不同的單位去提名 我很緊張 有一些很想 快攻心又有了 11個提名 這個是我們整個團隊都很開心 還有會互相 這件事 所以每一項的提名 不是自己的 都會很緊張 是剛才剛才同事才告訴我 幸好我不知道 要不然我哭到收不到聲 怕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導演 還有我想說 他也是一個老師 其實為什麼他會在網上 經常都會幫大家打氣呢 幫很多 譬如他知道我是喜歡做創作的 或者是陳澤民 他是一個舞台劇演員 凌文龍舞台劇演員 他都會很想給很多機會 給他們去發揮 這個導演 他是一個 不是只是一個好導演 也是一個很好的老師 也是一個很支持創作的一個前輩 好 恭喜了 最重要的女配角 黃苑芝 我們在右邊可以 分開觀眾席 恭喜